另外在台南北门这边赶搭银亚风潮 设置了银亚专区 还打造了高达三米的远远模型 而且应景打造了雪景 表着可爱模样 让许多家长趁周末假期也带小朋友一块来玩 而当地居民呢 有人为了迎接这群游客 一大早还准备了咸汤圆 免费请大家吃 让游客觉得好模型 远远身高高达三米 趴在雪屋上 看守着有一米高的圆仔 母子俩都戴着圣诞帽 俏皮卡戏模样蒙翻天 小朋友看到都忍不住欢呼 小朋友围绕着被白雪覆盖的银亚 就是这一大片雪景 吸引许多民众来抢牌 台南北门跟上圆仔风潮 不只做出可爱的熊猫 当地的婆婆妈妈们 为了迎接这群来看银亚的游客 一大早就起来煮咸汤圆 免费请民众吃 银亚美丽无法挡 席卷全台湾 台南北门也跟上这股风潮来抢客 要用熊猫的可爱模样 疗愈每个人的心 记者赖关章 邱品奇 台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